欢迎收看9月20号大花林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首先带您来看到 花林县政府20号在县府大礼堂 举办2024双十庆建走 前手毛孩起步走活动记者会 县长徐正卫出席活动 宣告结合国庆建走活动 与动物保护的盛事即将登场 并呼吁民众共同来参与 来实现全民健康议题的目标 现在许队表示近来的动物保护议题 备受关注 县府积极推动相关政策 今年推出双十国新日 透过结合建筑与动物保护 动物防疫等活动 除了希望带动全民运动投资自我健康之外 也提升民众对动物议题的重视 友善的城市 尤其是有大家一起共同来工作 让花莲更加的美好 而且更加的进步 刚才因为在受风风的奔月 花莲县成立的第一个 全责型的失智中心 在门诺芬院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对于 我们的整个花莲的友善 跨越了迈向一个新的纪元 因为我们长照结合医疗一起共同努力 在这里真会也要谢谢陈淑文处长 这次几年无论是我们猫狗月动园区 这很多的亲子的活动 甚至让我们孩子能够认识生命 珍爱生命的部分 而且将珍爱生命珍惜的这一块 把它结合到我们整个动植物来 所以我今天看到我们小朋友 真的刚才在受风风院看到什么 看到一只爱讲 他是一个AI的智慧狗狗 然后可以利用我们的动物疗愈的部分 让我们施测长者身心里能够安定 而且透过这个AI这个智慧狗狗 近期欢迎政府 为了响应世界狂犬病日 世界冬日 以及欢迎中华民国生日 会关一系列活动 曾是邀请全国民众一同来参与 记得祝你华特别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